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来参加这场盛会 那刚刚听到两位老师侃侃而谈 从为什么要举办这场新书发表会 的缘起开始讲起 然后讲到这本新书 它无可取代的这个重要性 接着把时间拉到一千多年前 的玄奘菩萨那个时代 解说为什么大事要悉行取经 以及一生复兴佛教的这些历史意义 然后最后讲到 为什么造这一部成为世论 它的背景 接着又把时间拉回到 我们当代 来介绍平时导师 弘扬三圣菩提政法 以及破斥六世论 种种邪说的历史意义 最后讲到为什么要造这部成为世论 是它的背景 还有意义 当然 玄奘大师跟平时导师 都是主张 开悟见到 就是要使证第八阿赖耶士 如来藏 那成为世论所讲的 以及成为世论是 所讲的 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第八阿赖耶士 如来藏而开演出来的法 所以它其实是具足 成佛之道 也是一部全面性 整体性的佛法 只是成为世论 比较精简 不容易读懂 所以我们今天 才有平时导师 来详细注解 并出版这部成为世论是 所以我们今天才需要举办 这一场新书发表会 来跟各位解说 相关的一些背景 并跟各位介绍 这本新书 我代表 今天的与会大众 来向两位老师请教 一些问题 那么在工作同仁 还在回收 这些提问单的同时 我自己先 准备了一个题目 来请教两位老师 这个问题大致上是这样子 说 想要阅读这个成为世论是 有没有一个条件说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知见 或者先要阅读 什么样的书籍 才能够阅读这个成为世论是 是不是先请 陈老师 如同刚刚我们在论坛的时候 跟大家所做的说明 成为世论它本身是 在阐述一个整体的佛法 它里面有引到阿含金 也有引到大圣的金 也有引到大圣的金 那我们也提到说 现今的学佛呢 就是佛教学佛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各种说法很混乱 所谓混乱就是受到日本学者 澳美学者的影响 认为大圣非佛说 所以我个人觉得 要研读大圣法 要研读这部成为世论是 因为它讲的就是一整体的佛法 那它是以 如来上为核心的大圣佛法 那你要研读它 你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不能抱着 大圣非佛说的心态 来读成为世论是 佛说呢 平时导师的说明 你会认为那个是瞎掰 你会认为那个是错解 玄奘菩萨的成为世论的原意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就像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平时导师有做阿含正义 副书名就是维士学探员 那平时导师就是 直接从阿含心 来告诉大家 方广为世诸经诸论所阐述的 三界维心 一切法为世的 这个毅理 其实在阿含里面就有了 只是后来 深闻布派佛教的那些 没有亲政深闻果的 他错解 他错解阿含里面所隐含那个大圣法的意志 因此就不断地去演变他的说法 不断地互相公结别人的说法 而产生了所谓的大圣佛法有所演变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 因此你要研读成为世论事 你的前提就是你要信受 佛法是整体的 阿含里面就有一切法为世的 意理在里面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如果你打算要 开始研读平时导师所做的成为世论事 阿含正义是一步很好作为入手的准备 你从阿含正义阐述的这些意理 把过去认同 或者说你犹豫不决 是不是真的大圣非佛说 的这样的问题先给铲除 然后你来读成为世论事 才能够真正地读懂他的宗旨 读懂他的真意 这是我的看法 来 郭老师 在以这部论 我觉得的 要阅读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困难 但是师父可以把它写到非常白话 非常白话 而且师父的特色是 先白话解释完以后 然后再慢慢一个详细解释 读完以后应该还是觉得很困难 但是应该会读懂 我记得我以前那时候在等忍且经详解的时候 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来 然后呢那时候我还没进来 然后每次我就是星期六星期日 然后去那个士林的一家书店 因为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师父的书 平时导师的书 师父的书没有 然后我就去那里逛 然后每次 诶 诶 诶 出来了 因为有时候要半年 我就觉得好高兴 非常高兴 所以呢 今年即使说才出一本 或一年一出本 我也觉得哇 这已经不得了了 只是说这个法意还是会很深的 所以呢 相信就不能怀疑 可是到底相信的程度是什么 除了阿涵正义也可以推荐 有新的人可以读心经秘义 对 因为心经秘义的话呢 他把这东西很浅显的 然后呢有层次的这样简略说明 而且心经呢 实际上到了在楞严经的时候呢 也有做一个完整版的说明 心经呢 把这个呢 这个 道理说完以后 说了一面 主要是说 当然你实际上也有分两面 然后楞严经呢 把两面都说了 所以呢 离极离灰 然后呢 这样呢 就是 而且呢是似极非似 哦似极非极啦 然后呢 这样呢就是到底法是什么 那呢就如人饮水 人暖自知 这个法是可以清正的 所以要相信清正的人说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没有正 然后他又喜欢所有的人说 因为呢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三个字 大家还记得吗 世尊好严厉啊 而且世尊说了两次 不是只有一次 对 也就是说 两位老师同时不约而同地认为 想要读懂成为数论是 其实要先信受 有这个第八识 其实要相信这个第八识 其实确实不容易 从刚刚座谈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从古至今 就有很多人是六四论的 他们不信受有第八识 那就不能进入佛法大海 我记得在大致对论 龙树菩萨他就说 佛法大海 信为能入 智为能度 欢迎说 进入佛法大海 一定要先相信 如果不相信有第八识 其实连二圣法都不能证 更何况要进入 这个佛普利道的这个佛法大海 那我们成为数论是 他事实上就是以这个第八 阿赖耶 阿赖耶是如来藏 为核心 而涵盖了 一切法 那你想要读成为数论是 如果不先信受 有这个第八识 那当然读起来难免会有疑啊 会有疑问 或者格格不入 乃至于就读不下去了 那幸好平时导致这几十年来 已经出版不少书籍啊 那对于各位来阅读这个成为数论是 应该会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刚刚陈老师他就推荐说 读这个阿含正义 因为阿含正义里面就已经 讲明说有这个本事 它是包含这个八识法都涵盖这个阿含里面的 所以证明就是有这个本事 有这个第八识 所以你读了这个阿含正义之后呢 就能够建立这样的正确观念 那再来读这个成为数论是呢 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那刚刚我们郭老师他是建议 要读心经秘义 心经秘义 刚刚的这个阿含正义 它有七本 那也许有些人读起来会比较沉重 那我们郭老师就推荐说读心经秘义 因为它只有一本 而且它是演讲的会长 所以对某些人来讲 可能读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而且它直接就讲 大圣禅宗所悟 那就是第八识 所以你要是能够先读心经秘义 对你之后再读成为是论是 也应该会有帮助的 对你之后再读成为是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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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